我回答他我也不清楚 其实真正喜欢上他 是那天在大牢里 他和我打赌 赌我的性命 其实也是在赌他的性命 方敏 别我太快了 小心点 先生 快点 快点 小心点 先生 慢点 别摔着 方敏 等等我 等等我 等等 等等 娘 你猜我叔今天会回来吗 娘也不知道 按包证信上说的 说是这两日就到家了 那你们猜 我叔今天会带几个人回来啊 娘也不清楚 为我们先生 按前 马后的 赶车的 名罗开道的 总之啊 是人是少不了啊 那你们觉得 我叔今天会坐着几匹马拉的车回来啊 小小的孩子 你的心思 不用在读书上操这份闲心干什么 端县的县太爷呀 也得是两匹马拉的车啊 两匹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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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哥哥嫂嫂 我恐怕活不到今天 哥哥死后 嫂嫂一个人把我跟敏儿拉扯大 我从小没见过娘 嫂嫂就是我的娘 嫂嫂真不容易 等我过了门什么都不让她干了 咱们好好孝敬她 让她想想轻浮 我 就怕嫂嫂闲不住 快到家了 马上就要见到嫂嫂她们了 你说 嫂嫂会喜欢我吗 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 像嫂嫂 怎么了 我有点紧张 紧张 你也会紧张 大姑娘上轿头一次 能不紧张吗 不紧张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免儿 别浪费了时间 把那千字文背一遍 先生 这里又不是学堂 背 免儿 先生让你背就背 好像有人来了 几个人哪 两个 几匹马拉的车呀 没有马车 只有一匹 好像是毛驴 别静打岔了 背 娘 先生 好像是我三叔 黑面人 静下说 你叔怎么能骑毛驴回来了 赶紧背书 真的是有三叔 他牵着毛驴 说 三叔 叔 叔 敏儿 叔 三叔 我就真要是你 我娘和仙女还不信呢 你们怎么会在这儿 我们都在路边等你两天了 三黑 嫂嫂 先生 快起来 三黑 真的是你回来了 嫂嫂 好 包拯啊 你牵头驴回来 怎么还妥个人哪 宇柔 快过来 见过 见过先生 嫂嫂 见过嫂嫂 见过先生 这是宇柔姑娘 这个宇柔姑娘是 三嫂嫂 咱们回去再说 回去再说 回去再说 好 回去再说 好 回家 回家 快来哪 快来哪 等等我 你们等等我 快走 等等我 离家一年了 这条街还跟走的时候一样 一点都没变 三叔 先生说 你这回是坐 两匹马辣的车回来的 怎么就牵了一头驴回来 敏儿 端午呢 在家呢 他害羞 在等你呢 害羞 他害什么羞 我哪知道 你回家去问他 来 快进来 这 嫂嫂 家里要办喜事 三叔 我娘就等着你回来办喜事呢 端午审审 端午审审 我三叔回来了 端午 一年不见长成大姑娘了 越长越漂亮了 端午 你看这是谁 还记得吗 一会儿再跟你说 端午要嫁人了 你先告诉我 你要嫁的是什么人啊 害羞什么啊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我娘都没见我 你帮我去 去我 我去我 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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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嫂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啊 商量 商量什么 你嫂嫂就如同你的亲娘一样 这婚姻之事 媒妁之言 有什么好商量的 事先没有告诉你 是想给你个惊喜 我只有惊 没有喜 你倒好 让我们又有惊又有喜 我问你啊 那个姑娘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她叫雨柔 我要娶她 娶她 这么大的事 怎么不跟你嫂嫂商量商量啊 我想回来就跟你嫂嫂商量的 人都带回来了 这叫商量吗 这叫先斩后奏 我不同意 必须娶端午 两日之内成亲 嫂嫂 我不答应 我也不答应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 再好好想想 当年有一个小姑娘和她爹走失了 遇到了另外一个小姑娘 姐姐 是你 是我 为什么不答应啊 老夫的学生有此成就 不光中了举 而且受到了开封府隐的赏识 招围了成龙快婿 哪个先生能有老夫这样的成就啊 保证啊 你报了老夫 十年教育之恩哪 老夫的梦想成真了 从此老夫 脸上有光彩了 老夫 谢谢你了 你比当年还漂亮 我都认不出来你了 姐姐 你走了一路一定渴了 姐姐请喝水 谢谢你 是我该谢谢你 你谢我什么呀 当年要不是姐姐好心相助 我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 萨黑 你喜欢短武吗 喜欢 我跟短武从小一起长大 她就像我妹妹 我怎么能娶妹妹呢 怎么不能娶呢 她又不是你的亲妹妹 这些年来家里家外 都是短武帮着嫂嫂打理 嫂嫂吃了多少苦 短武就吃了多少苦 做人可不能没有良心 你别飞黄腾达了 就瞧不起人家 我没有嫌弃短武 这是两回事 这是一回事 婚事都声张出去了 向林都知道了 你不娶短武 那她怎么办 嫂嫂 雨柔姑娘是背着她爹 跟着我一起私奔回来的 呃 私奔 嫂嫂 我讲给你听 你会打弹弓 那当然 这是你的 是我娘的 我娘也会打 你是什么人啊 哦 我 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人 那你怎么会骑着我叔的驴 还跟我叔一起回来 来 我是你叔伴到捡回来的 捡回来的 人怎么捡呀 问你叔去 敏儿 回屋里去 我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谁都没想到 嫂嫂和端午也想不到 嫂嫂怎么说 娶端午 那你呢 娶你 嫂嫂不同意吧 太突然了 嫂嫂一事无法接受 我跟她慢慢说 她会答应的 一年没有吃到 嫂嫂做的饭了 馋死我了 就是 叔 我娘听说你要回来 拖一码了肉 还把那只虾蛋的鸡给杀了 我娘天天盼你回来 你要是再不回来 这鸡肉都坏了 我娘还舍不着让我吃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呀 山叔 我听她说 她是你半路上捡回来的 人又不是东西 你怎么捡的 这鸡肉都捡回来 以后告诉你 娘 以后我也给你捡一个回来 你赶 就来 去吧 结束不再来 有请 来 小嫂 三孩没有错 你不要怪她 不怪她 怪我 怪我 是我逼着她 让她带我来见你 也是我逼着她 让她娶我的 这世上怎么还会有你这样的女人 嫂嫂 三黑可跟我说我像您 胡说八道 你一关换小姐 我一世锦平复 怎么会像你呢 攀比不起 嫂嫂 我是真心喜欢三黑的 我不答应 三黑也真心喜欢我 我不答应 那是真心想 你认识 他还比拼着 双黑 你 胡说八道 有五分 我 你 你 一个人 你 干吗 我的 我 你 以后 端午 三黑哥 啥都不用说 陪妹妹 在这新房里 待上一回 到底怎么样才能答应 离开我们家 离开三黑 我现在知道咱们俩哪里像了 我也不答应 只要三黑心里有我 我就不会离开他的 我爹也不同意我们俩在一起啊 可是又能怎么样呢 除非三黑不认我这个嫂嫂 嫂嫂 咱们两个可都是女人 咱们女人一辈子 能够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 也喜欢自己的 才是这辈子最大的事情 端午也是女人 三黑把他当成亲妹妹 那是因为你 你知道三黑他哥是怎么死的吗 知道 三黑告诉过我 你就死了心吧 我们褒家 是不会娶仇人家的女儿 仇人 那又不是我爹 天下乌鸦一般黑 不对 是我以前的想法跟您一样 可是自从我遇到了三黑 我的想法就改变了 他不黑 不对 他黑 他面黑 可他心不黑啊 我就是喜欢他这一点 让你为父亲 我怎么会无法 才会有志 呢 你这是什么 去吧 你 似乎 你 你 啦 你 别的事情我都听您的 这件事不 久不见 来了 来了 这是包拯包大人家吗 你们是 我们是卢州府补衙的 我们知府大人 听说包大人衣锦还乡 特意让我们来接包大人 你们有什么事 不知道 我们是奉命而来 不去 包拯没空 你别为胆我们 我们大人交代过了 就算是绑 也要将包大人给绑过去 嫂嫂 我去看看他们要干什么 包拯 我跟你一起去 走吧 包大人 请 包拯 三黑 大人 大人 包拯带到 尹大人 你没想到老夫来得这么快吧 想到了 人呢 在我嫂嫂家里 包拯 我知道我女儿任性 老夫不怪你 但是 你必须马上劝她回去 怎么了 尹大人 您来得正好 我想跟您提亲 什么 我要娶宇柔小姐为妻 妄想 宇柔喜欢我 我也喜欢她 门都没有 尹大人 您是嫌我 出身偏寒 家里没权没事 又天生面黑吧 只是其一 尹大人 我不会劝宇柔小姐回去的 我不会劝宇 than 这是198年 在年末生日 不是 不恐怕 虽然如此 还在她 还在那儿 尹大人 妇 要为你 我也不要 端午 端午 坐吧 端午 你喜欢三黑吗 都已经这个时候了 就别羞答答的了 说心里话 喜欢 我也喜欢 那你喜欢她什么 姐姐呢 我喜欢她面黑心干净 我喜欢她人笨呆头呆脑 不了解女人的心思 可是再狡猾的坏人 都逃不过她的眼睛 我还喜欢捉弄她 我看见她局促的样子 我就特别高兴 我都逃不敬 三黑喜欢你吗 我没问过三黑哥 我问过 我本来以为自己是一厢情愿 可是那天晚上在客栈 他说他也喜欢我 端午 那你说到底谁应该嫁给三黑 对不起 我真的不能把他让给你 就算你恨我 怨我 我也不能把他让给你 好好好 包长 退一门